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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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医院的义工 参加很多这些机构的筹款 然后培养孩子们的爱心跟善心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会带领学生去参加很多商会的义工 让他们去提前去接触一些个比自己年长的人 然后接触这个社区 然后为自己以后实习啊工作呀 做一些个人脉的积累和机会的积累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会在孩子们的学习的方面 举办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孩子来这边读高中 他以后要报考大学 那我们会带着孩子每年到各个大学去 游览大学给他们去讲解 这些大学里面都有哪些专业 这些专业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以后你的学习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专业毕了业之后呢 你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请到很多学校的 高校的这些高招生官 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 去给学生做更深度的一个讲解 以让孩子以后在报考大学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盲目 然后在孩子的课于生活方面 业余生活方面呢 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比赛 像歌唱比赛啊 足球比赛 龙舟比赛啊 然后还有一些个 很多很多的课外活动 一个呢是让他们有一个舞台 有一个机会去展现自己的才华 然后呢可以通过各种这样的课外的活动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同时呢也交到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后我们在孩子的生活方面 会给他们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 我们每一个月都会举办生日派对 然后把同一个星座 同一个月份过生日的小孩子们呢 都叫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 然后呢给他们过生日 让他们的家长呢 让没有那么的自责 觉得哎呦孩子过生日我错过了 也让孩子们有感到那种家庭般的一个温暖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孩子来到加拿大了 毕竟加拿大的很多的法律法规呀 政策呀跟国内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会请到警察或者一些个专业的人士 来给孩子们讲讲这边的法律法规 然后讲讲这边的留学政策 移民政策 让他们了解在这边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 总之呢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讲座去帮助这些孩子们 让他们了解加拿大的风土人情 了解加拿大的法律法规 然后也通过这些活动 去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能力 然后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 创新能力 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哇真是 我们听到他讲了 厚喜你原来那些小朋友来到这里 他们给了很多的机会 给那些小朋友去做个义工呀 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呀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还有呢真的好像一个大家庭 可以是帮到他们 我觉得这个idea非常的好 谢谢 那么就是在归杂 而且呢我们看到 你们经常的你们公司 是帮助这个病童医院的基金会 不但是为他们筹款 而且你们经常呢 在外面都宣传这个病童医院基金会 其实你觉得 你们公司跟病童医院合作 它的初衷还有目的是什么呢 有几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呢 那我是2001年来到加拿大的 我在这边学习生活 就业创业 一路上遇到过很多的贵人 很多人帮助我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自己自立了 那我也应该做些事情去回馈社会 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很能深刻地感受到 孩子更健康 世界更美好 这句话的含义 所以呢我希望能在 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为去帮助更多的孩子 那做很多的活动 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呼吁身边的人 能多为这些孩子服务 多献出自己的爱心 因为毕竟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那另外的话 第三点就是我在我们公司ES 在加拿大已经有大概两万多学生了 然后我自己也有小孩子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以身作则 然后呢培养我们学生 跟我自己孩子这种爱心 这种奉献精神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在了解的 了解病同医院的过程当中呢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项目 叫做大中华项目 那大中华项目主要就是说 我们的这些个筹的这些个款项 是用于国内的医生 来加拿大学习用的 然后他们再回国去 照顾国内的儿童 那作为海外的华人 那我也希望能有机会 为祖国去做一些 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 那么其实我知道 你们除了帮助这个 病同医院基金会呢 你们自己还成立了 你们自己的教育基金 那么你们自己成立的 这个教育基金 用途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自己成立的 这个教育基金的话呢 就是主要就是我们ES 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包括我们的角色 是我们配合学校和家长 去培养出来更多更优秀 更全面的这些人才出来 那这个教育基金 第一呢 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们 更多努力的孩子们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可以鼓励孩子们 多做社区活动 然后多奉献 多更努力的去学习 第三的话呢 就是说给更优秀的孩子们 给他们一个肯定 我觉得真是很难得 这学生呢 一边来这边读书 而且呢 受到你们很正面的这种推动 一定是对这个学生 他们帮助非常的大 那么您觉得 就刚才您说 就是说你们EAS 已经有两万多的学生了 对 你在留学生的心目中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学生和家长 给我的称呼比较多 有的学生会叫我余老师 因为我会帮他们 做很多学习上的规划 帮他们做很多 选课的一些个指导 然后还有的学生呢 会叫我单姐 他们会觉得 我是他们的一个 非常知心的姐姐 他们除了跟我分享 学习跟生活上的问题 还有跟我分享一些 他们感情方面的故事 真的 对 然后我们还有学生呢 会叫我 怎么说呢 叫我特级监护人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留学生 我2001年来的 加拿大留学移民 我自己能感受到 就是那种 无依无靠的那种感觉 那我对我们学生的服务都是 我是电话都是24小时开机的 所以学生只要有任何的问题 我都是随交随到的 我会经常会收到 可能凌晨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 会接到学生的电话 求助电话 那我都是毫不犹豫的 就去帮助他们 像我们有的学生 可能打架了 然后被警察 带到警察局去了 需要保释 那我肯定都是毫不犹豫的 就去的 包括之前多云多有一件事 就举一个例子 那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 那时候有很多的新闻 就多云多有五个小朋友 失踪了 因为诈骗电话 那其中的一个孩子 是我的学生 然后他失踪了五天 这五天 我几乎都是 全部的时间 都是在跟他的家长沟通 跟他的寄宿家庭沟通 跟学校沟通 包括跟警察沟通 然后联系他所有的同学 朋友去寻找他 那最后在蒙特利尔找到了这个孩子 最大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说 这个孩子是安全的 所以就说我觉得 我个人包括我们EAS 可能给家长跟学生 最大的感觉就是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 应该就是温暖 因为学生他会 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他会想到我 他会想到EAS 那我们EAS的一个口号 或者是目标 也就是留学生海外的家 那我们也在这个方面 在继续的努力 真真正正的让学生在海外 不感觉到孤单 感觉到能够考山 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瑰莎 就是现在我觉得 好像越来越多人 办这个教育的行业 您是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也发现 就是留学生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业务 其实跟很多其他的业务的 这个客户群体是一样的 就都是留学生 那我也有很多朋友 像是做地产 金融 或者是零售业 那他们的客户群体 也是这些留学生 那他们在做好 自己业务的同时 他们其实也在 也很想去多帮助这些孩子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些孩子比较无依无靠 但是我觉得 做教育跟做其他的行业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比如说 我们卖一个电脑 卖一部车 或者是卖一个房子 如果说我们买回来了 那不喜欢这个损失 其实是可以计算的 但是我们帮学生 去做学业规划 做指导 那这个结果 如果一旦错了的话 会影响到孩子 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在两年半之前 我们公司就出台了一套 留学顾问的培训课程 所以我是希望 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 来到加拿大学习的同时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 去帮助他们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 专业的情况下去指导孩子 而不是说好心办坏事 然后可能给的很多的指导 是不合理的 对 不正确的 非常明白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就是Grace来接收 我们的访问 带过我们这么多的资讯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营光博》 也都见到他们的地址和电话 可以直接跟EAS联络的 再次多谢Grac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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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